大家好,我是桑普 最近,我想昨天我收到汪浩先生 即是台灣一個評論人 他給了我一個訊息 後來,自由亞洲電台也單獨報導了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就是國家衛健委會議幾要 這一個國家衛健委會議幾要 是這樣流傳出來 這個知識體大 因為他講出了 中國由12月1日到20日 這短短20日期間 有2.48億人確診 以這個數目來說 我會看到是 遠遠超過 Omicron的確診量馬 其實不會 Omicron就是確診這麼多人 但他死亡人數多少 還未講到 而這個才是重點 那我按照 焚化爐的焚化的數字 和焚化爐的量 和焚化爐每日焚化的數字來看 在北京來說是遠超過 Omicron 應該 攤開一年的量 死亡人數 在20天全部爆發 他知道不是全部 是已經爆發了這麼多人 他知道還不會爆發死這麼多人 那似乎這件事 不是Omicron的致死率 這麼低的情況 而是 致死率比較高 那這個是不是 不是Omicron呢 這個是令人覺得 相當憂慮 先講講這一件 如果真的 Omicron的話 或者跟Omicron有關的病毒的話 那你的確診率 真的會很高 但病徵 是不是真的這麼嚴重呢 死這麼多人呢 那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是不是死這麼多人 我們逐個來看 所以現在數字還未完全埋單 但是感染率高 這個是我相信的 這個死亡率這麼高 如果真的 如果不是有其事的話 如果是嚇人 如果真的有其事的話 就是不是Omicron OK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中國的社交媒體 在12月22號 就是昨天 流傳一份中國國家衛健委 衛健委會議幾要 就是什麼 五七一工程幾要 是衛健委會議幾要 披露了近日疫情的重要數據 在1號至20號 今個月 累計感染 武漢肺炎病毒人數 已經達到2.48億 2億4800萬 佔總人口的17.65% 就是接近每五個人 五至六個人 就是一個人確診 就是遠自新疆 由這個黑十 一路去到東北的莫河 南到海南省 基本上都有 這麼多個人 十四人 每五至六個人 就是一個人確診 單單在12月20號 新增的感染人數 就達到3,700萬人 這個數字 比中國政府公佈的 每日數千人相差更遠 你中國的數字 就是每日 就是數千人 但你衛健委的會議幾要 既然我單在一日 是12月20號的例子 新增感染人數是3,700萬 你是將3,700萬 報成是千多人 二千人 少了1萬倍以下 後面加四個零 都加不完 這個數字 這要看中國多麼荒謬 據路透社22號的消息 健康數據公司 AIRFINITY估計 中國每日可能會有 超過五千人死於COVID-19 沒有案發炎的 這間總部位於英國公司 表示 AIRFINITY說 它使用基於中國地區 數據的模型 得出的數據 表明中國目前每日感染人數 超過一百萬 是一百萬的感染人數 剛剛講了 就是 中國官方未就上述數據做了澄清 一百萬是小股 剛剛講過多少人 三千七百萬 多了三十七倍 看得好 比這個 多了幾萬倍的 這個 這個 官方數字 那個數字的 成幾萬倍 才是真實數字 這個會議幾要的真實數字 就更加離譜了 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的會議幾要 中國國家衛健委 主委馬曉偉 在內部會議上表示 隨著全國防疫措施進一步調整 加上春運和春節期間 人群大規模漏洞 可以預見 更多地方疫情將會快速上升 城市農村的感染率 將會同時成長 而農村醫療資源底子薄 有慢性病的老人家 當一旦疫情快速漫然 局面更加嚴峻 會議幾要顯示 中國三十一個省級行政區中 北京和四川 疫情分別高居一二位 累計感染率已經超過五成 北京超過五成 四川超過五成 介於20至50%的是天津 湖北 河南 湖南 安徽 甘肅 和河北 幾要指出 估算20號 單日新增感染人數是 3699.64萬人 即是接近3700萬人 佔總人口 的2.62% 單日是2.62% 如果累計的來講 2億4800萬 即我會講到 單日已經單日新增人口 已經是2.62% 而Expotential Growth 今天幾何級數的增長 我說不得了 而且比19號18號持續上升 按省區排名 當日新增感染率 感染人數 隨以總人口來說 前五名 即是新增感染率 什麼是感染率呢 就是感染人數 新增的感染人數 隨以總人口 前五名依序就是 四川、安徽、湖北、上海、湖南 如果按城市來排名 就是成都、蘭州、發肥和上海 前四名 如果根據累計感染人數來排序的話 超過2000萬人的省區 依據次序就是 四川、河南、湖北 1000萬至2000萬人的情況 依序就是為 湖南、河北、廣東、北京、安徽和山東 城市 包括直轄市方面 累計感染超過500萬人的城市 依序就是 北京、成都、武漢、天津、鄭州和重慶 所以基本上整個中國 尤其是華北、四川、華中甚至嚴重 我看這些情況 未有新疆、西藏 未有東三省 間不中有廣東在裡面 福建沒有包括在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是華北、華中、四川 這些為主要的地方 還有幾要提到 目前中國各地區的疫情流行 存有較大差異 疫情高快地區存在空間聚集性的特點 其中京津企、成豫 即成都和重慶 兩湖、湖北、湖南 華中的疫情發展相對較快 至於長三角、珠三角、西北 和東北地區的疫情流行進展 相對較慢 幾要說 京津企地區疫情目前處於高位流行階段 但北京已經度過疫情高峰期 近日疫情曾穩步下降的趨勢 但每日仍有大量數量的新增感染者 而且目前已經進入了危重症的重症高峰期 醫療救治服務面臨較大壓力 至於天津正處於流行的高峰期 預計未來兩至三日疫情可能會自高峰回落 河北全省疫情快、增速較快 預計未來三至五日進入疫情的高峰期 成余地區就是成都、重慶 和兩湖地區、湖北、湾南 疫情發展上速 其中四川全省疫情已快速發展至高位 是繼北京後第二個累計感染的超過50%的省區 包括成都在內的各個城市 同樣處於疫情流行的高峰期 全省醫療救治壓力大 至於成都市內主城區流行水平高於遠郊地區 預計全市將一星期左右進入疫情高峰期 湖北全省正處於疫情流行的高峰階段 近兩天新增疫情出現波動下降的跡象 會議幾月也提到 由12月1日開始以來 中國19個省區累計報告1,100例的感染者基因組 有效罪列共犯以12種Omicron的變異株 主要流行的病毒株是BA52、BF7和BM7 其中北京、黑龍江、貴州、新疆的BF7比重比較高 其他省區的都是BA52比重比較高 可以看到 目前尚未發現 目前尚未發現 傳播力、致病力、免疫途日 具有明顯變化的新變移諸 尚未發現新變移諸 就是那些有明顯突變的新變移諸 但按照我們已經做出一些對於我自己做的分析 就是看到 去到BA5的時候 尤其BA5之後 其實會上速下降 如果按照這個看法 你看看其他省區 就是北京、黑龍江、貴州、新疆是BF7比較高 BF7都比較弱一些 BA5是更弱 其他省區都是BA52比較高 那不應該這麼多人死 你說這種病毒是刻死中國人 沒有根據 人就是這樣的 中國人會特別香得快的話 那就是說 這件事是不是爆出來這麼簡單呢 所以這份會議幾要呢 你不可以完全拿幾個真實數據 所謂全面的正確 未必是這樣 所以他說 尚未發現 傳播力、致病力、免疫途日 具有明顯變化的新病毒株 但是少了一個字 少了一個詞 致命率 致死率 他講傳播力、致病力、免疫途日 具有明顯變化的新病毒株 是不是你已經發現了 有致病、致命率、致死率 有明顯變化的新病毒株呢 這個就是我關心的焦點 因為Omicron的傳染力一向都很高 沒有明顯變化是正常 是致命率有明顯變化 是否沒有說到這點呢 一看下去 的確有警告 胡爾文說 近日全國疫情整體處於快速發展階段 單日新增的感染速度不斷加快 12月份以來 人群累計感染率已經超過17% 預計12月下旬 全國各省區將陸續進入疫情流行高峰期 而且目前疫情上升迅速的省區 正在或即將呈現由省匯城市 向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輻射的態勢 而且在疫情流行高峰後一周左右 將會出現重症和非重症的高峰 即是接下來 印度有當地傳媒報導 總理莫迪將會召開高層會議 要求各部門物資主義疫情 印度衛生部門最近發現3種 Omicron BF7的變種病毒 這個變種類型傳染力強 正在中國肆虐 就是BF7 OK BF7 我自己所看所有數據裡面 沒有BF7 OK 那BF7究竟那個 佔命率有多高 沒有數據 所以這個問題 開始問題會產生 OK 那這些情況 會不會是自然而形成的新變種 還是人工合成的呢 值得去敲問 這個有關的部門 那除此之外呢 我會發覺到 死人越來越多 是不是死那麼多人呢 我不敢說 但是發現北京呢 死人真是 真是慘慘 那麼 北京等地呢 大量的 武漢肺炎的人死亡 那麼 肺部白色 逐斑纖維化呢 是出現的 因為剛剛講過 北京、河北等地 大量的死亡病例呢 超出人家的想像的 患者出現了白肺 白肺 white lung 肺部出現了 不同程度的白色 逐斑纖維化 令人質疑呢 Omicron的病毒株 只是感染呼吸度的說法 因為Omicron是 上呼吸度的感染嘛 你中南山講的嘛 是否事實上真是這樣的嘛 那麼如果你說 入對肺是白的話呢 and there's something wrong 是不是已經有 變異病毒的問題 河北寒丹 一個區域 的治療中心的人說 目前 Omicron和 Delta的變異株 同時存在 造成較大的破壞性 如果你Delta為本 Omicron為激蛋白的話 那你的致命率 和致死 即全部率會極高 那麼 那麼 北京河北大爆發 病毒死亡人數突然增加 不少老年人相費受到感染 出現了剛剛說的 白色的逐斑和纖維化 那麼中國經濟學家 梅新玉 就在被博帳號發帖 說 胡安江夫人剛剛才宣佈 她父親今早已去世 這個共產黨的走狗夫人 那麼引發肺炎 胡夫人前幾天告知 老人家發病送院的時候 撥打1.2.0 近一個小時才撥通 然後等救護車幾個小時 在醫院做CT肺的時候 已經白了四分之一 所謂白肺 就是指胸片的CT 或者X光上面肺組織正常黑色 只有心臟和大血管是白色的 但由於各種疾病 和各種的致病因素 導致兩個肺孽呈大變的密度增高 呈現白色 今天河北寒丹疾控中心 一個理性研究員指出 中國各地突然全面解除疫情方法 導致包括Omicron的病毒株的感染者 快速交叉感染 加速變異 加至Delta病毒依然存在 並繼續在傳播中變異 那麼Delta和Omicron兩種變異株 進入了人體之後 可以同時感染同一個細胞 使得病毒圍帶兩種遺傳特徵 因為一直在封控 所以變異株沒有時間 由Delta變異到Omicron 所以兩種病毒株共存 現在的死亡率 可能會比香港新加坡更加高 今天是這樣 喂你說呢 你剛剛講的媒健委會議記 不是這樣說的 他不是說Delta 所以說那份外健委衛具 其實基本上基本上是壓低了很多東西 改變了很多東西 河北寒丹疾控中心都為了變異 他的地方非也變異 Omicron Delta 同時作用 同時作用 其實怎麼會同時作用呢 是合體變成變異株 同時作用的 這麼多人都同時作用 這樣才是奇怪 是不是病毒已經有變化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訊息 多位北京的網友 在微博發帖寫說 他們的親人在醫院做CT素描檢查 發現相對嚴重感染出現白費 勝利的研究員說 最近在北京河北等地感染者身上獲取的 病毒樣本裡 除了Omicron BF7的變異株 還有Delta的毒株 他說Delta和Omicron 參加著不同的毒株 所以你會看到不同地區的死亡率不一樣 北京因為長期封控 所以目前突然開放 Delta的病毒株混在Omicron的感染當中 所以北京的死亡率高於其他地區 他講的 已經開始講這個所謂的混雜的問題 據北京日報網站 三個禮拜之前報道 Omicron BF7的變異株 是北京這次疫情的主要毒株 北京油安醫院感染中和科主任醫生 小湯山方艙醫院醫療專家李彤的話 BF7的變異株是國內Omicron 家族傳播力最強的亞分支 傳染性更強 引力性更強 而且管控難度更大 而Delta變異株的R0值 是5到6 Omicron的R0值 是超過10 其中R0值 即是病毒基本再生系數 是傳染病傳播的重要指標 目前北京流行的Omicron BF7的亞分支 R0值可以達到10至18.6 即是拿了 Omicron的傳染力 加上Delta的致命力 你說死不死? 北京的醫院已經無法滿足大量的患者就診 有家屬曾經在北京的瑞陽紐醫院 接受救治的一位網民說 昨天我在醫院的流道裡 拍攝到的都是因為新冠 沒有人發炎來求診 已經凌晨兩三點 輸疫的還要排兩個小時 根據百度疫情指數裡面所指出 根據搜索服務大數據所推算的 全國各城市感染高峰進度表顯示 截至12月20日已經有74個城市 感染高峰征度達到100% 根據統計 目前中國有近700個城市 有專家預測 中國武漢肺炎死亡人數 將會急劇上升 到明年可能會超過100萬人 怎止呀 剛剛講的數目給你聽 不過官方對患者是否死於 武漢肺炎的含量標準非常嚴康 死者不續抗原檢測 官方星期四公佈至前一天的 新本土數字值得2966例 與現實根本相差 天和地 所以你看看中國沒有做假罪 接著還要發死人才 北京殯儀館傳出加價上萬 可以加速火化 給錢可以快手些 排隊打仙給你火化 北京疫情來勢匈馬 很多居民紛紛表示自己洋了 洋過了 有些洋過了可以以一些求職 即是陰那位難求職 有朝陽區的 朝陽區是不是都是洋 朝陽區的網民說 北京當地現在等候火化需要一個月 如果給3萬元人 可以在3至5天之內火化為體 很多人批評 這根本是發死人才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網站 22日公佈的最新疫情數據顯示 12月21日零時至24時 即整個21日 31省、自治區、直喊市 和新疆生產建築兵團 沒有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本土病例2966例 其中北京只有471例 說得不順 實際上是 和北京現狀相差太遠 多位網民近日拍攝到 北京醫院和殯儀館停屍房的視頻 並且在網上流傳 其中一段據說 就是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太平隔 靠牆是冷藏屍體等待 運往殯儀館的兵櫃 地面和右側的架子上面 擺著19具用黃色絲布覆蓋的屍體 中日醫院看到19具 這個確實地點無法證實 但是北京居民籠仔 在疫情蔓延的恐懼之中 是肯定的 北京通州居民陳先生 就說 北京全城有很多陽性感染者 他說自己一家四口都感染了 武漢肺炎 就是陽過 陽著呢 就如隱著呢 如隱著呢 隱著呢 我身邊的朋友 同時都陽過了 發燒 吸收 現在的人差不多都是感染了 你說怎麼辦 現在東交賓館排長龍 東交殯儀館就是殯儀館 殯儀館排長龍 殯儀館24個小時 連續轉 全天候運作 近20天 北京各個殯儀館門前大排長龍 殯儀館車輛被用來存放屍體 或是死者家屬 只能將自己的私家車 改成零車 將這個遺體 運送到殯儀館 在微信朋友圈裡面 有一位潮陽區的網民說 伯儀館沒有能力處理突然身高的遺體 由早6點起床到現在沒有睡覺 和夜裡兩三個小時 醫院太平間入了20具屍體 現在北京所有火葬場 火化起碼要等一個多月以後 大家現在想辦法插隊 最便宜的火化三萬元 未來三至五天就能火化了 三至五天給三萬 三萬人民幣 這名男子曾經致電 當殯儀館陳詢說 醫院太平間門口有北京廁所 有火葬場的電話 醫院說你去打 追犯火化都要一個月之後 我剛打了四個火葬場的電話 沒有一個打得通的 全部都是通話中 我剛被昌平殯儀館打電話 他說自己送去的遺體都燒不及 你們那一區 哪一區就是哪一區 就回到你一區的物儀館打電話 很離譜 路透社就引述一個目擊者說 通州區的一個火葬場 大概四十人零車排隊 等待進入火葬場 因為停車場已經停滿了車輛 在火葬場裡 工作人員穿著白色防護服 十五個火葬場中有五個在無菸 八寶山殯儀館一名工作員 居民可以用私家車窗圍體 運送到殯儀館等候 有一個自稱是 殯儀館員工的人在抖音發布 快速安排零車 無需排隊火葬的消息 火葬一區圍體收入人民幣二萬六千元 有網民炮光 殯儀館裡有人大發死人財 首發就與核酸公司 偽造陽性患者臉財一樣 其實上下膠雙殘 中國就是這樣 喪屍橫行 在北京附近的天津 殯儀館同樣遇到不切處理移立遺體的問題 而網上視頻顯示 眾多死者家屬大排長龍領取骨灰 推特的網民方舟智發帖 就說石家莊市 懸市懸的殯儀館 由於連續轉 燒壞了三台的焚化爐 那你看到 這就是中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 所以看回這個情況 是觸目驚心 唉 看回這些東西 其實是悲哀 無論他是否我們國家的人 我覺得他不是我國人 是別國的人 但起碼有人死 不是一件容易接受的事 而且這件事會牽連到香港 很多我認識的朋友 希望大家能夠保重身體 現在能夠做的事不多 就是看回這些數字 真真假假 無論怎樣都好 現在官方公佈的數目一定價 那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這件事呢 是吧 為甚麼他要這樣污住這件事呢 他想污住些甚麼呢 這個就是真真正正我們擔心的問題 病毒變種 已經開始有人逐漸證實 就是Delta加Omicron 寒丹 河北 寒丹 的一個疾控中心 這樣說 而且這樣 你看回衛健委的會議 要更加觸目驚心 我都說過了 數字呢 只是說12月1號至20號 是2億4千8百萬 中國只是14億人口 那你只是單單這個數字 都未到高峰 那分分鐘這個是幾何級數的膨脹 所以各國奉關 不要讓中國人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中共 香港守不住 香港人就會面對這個大的衝擊 看李家超今天有甚麼說 就很清楚有甚麼大的衝擊 我們之後再講其他議題